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搭乘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伊朗日前是向以色列发动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 而以色列正在考虑如何应对之际 多个西方国家也呼吁以防保持克制 避免加剧 中东紧张局势 以军15号发放视频 显示伊朗日前的袭击对以色列南部 内瓦提姆空军基地造成损毁 炸出一个大坑 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当天透露 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不足24小时之内 两度召集战士内阁商讨对策 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则表明 以防会对伊朗日前的袭击做出回应 但是他没有交代会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回应 不过以色列多个西方盟友纷纷呼吁以防保持克制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雷利表示 目前局势处于危险边缘 必须悬崖勒马 法国外交部也表示正在跟多国合作 致力让局势缓和 此外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意大利 外长塔亚尼说对制裁措施持开放态度 但强调任何制裁需要得到集团所有成员国支持 而且只会向针对以色列的个人 而不是整体国家实施制裁 而在伊朗首都的黑兰 大批民众上街支持当局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他们挥动伊朗国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旗帜 又高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 本王卫视综合报道 在伊朗实施了对以色列的空袭之后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5号表示 伊朗不寻求地区局势紧张 但对任何跨越伊朗红线的非法行为 必须采取适当合法的行动 卡纳尼在当天的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伊朗对以色列的行动是一种合法的自卫行为 旨在形成威慑 防止以色列的袭击重演 并捍卫伊朗的权益 卡纳尼批评西方国家 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他表示西方国家不应该指责伊朗 而应该责够他们自己 没有对以色列对加州的战争 采取措施 阻止地区冲突外衣 伊朗表示 在对以色列采取有限行动的72小时之前 已通知美国并向邻国发出了警告 但卡纳尼否认和美国达成密密协议 伊朗表示 这一次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已经结束 并且已经达到了基地目标 也有伊朗的分析认为 这次的行动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巨大的压力 有可能会推动加沙停火谈判 并产生积极影响 伊朗在14号的凌晨 使用导弹核无人机对以色列境内进行打击 中东紧张局势 是否会因此升级 以色列对此又会如何做出回应 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伊朗于14日凌晨对以色列境内发动袭击 以色列军方称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300枚导弹核无人机 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 美国 英国等国协防以色列 对于以方是否会实施反击 以色列外交部副发言人向本台记者表示 一切应对选项都有可能 有部分军事专家认为 目的在于示威而非与以色列直接开战 以色列外交部副发言人向本台表示 伊朗的做法绝不是为了缓和当前局势 曾有耶路撒冷的军事专家向记者表示 伊朗核协议或许能为以色列带来25年的和平 但是两边终将爆发冲突 而此次伊朗从本土袭击以色列 或许将两边的矛盾和冲突提前引爆 凤华卫视胡小宇史痕 耶路撒冷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5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通电话 王毅表示相信伊朗在维护一方主权和尊严的同时 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 而当天王毅又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王毅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通电话时 阿卜杜拉西洋介绍了伊方对伊朗駐叙利亚使馆管设 预袭事件的立场 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就此做出必要反应 伊方有权对主权受到侵犯做出自卫回应 当前地区局势十分敏感 伊方愿意保持克制 王毅表示中方强烈谴责 并坚决反对伊朗駐叙利亚使馆管设预袭事件 认为这一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不可接受 中方注意到伊朗表示 伊方采取的行动是有限度的 是对管设预袭事件行使自卫权 赞赏伊方强调不针对地区国家和周边邻国 相信伊朗能够把握好局势 在维护伊方主权和尊严的同时 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 王毅说当前局势是 加沙冲突升级的外衣效应 当务至极是尽快落实 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 在加沙实现停火指战 切实保护平民 防止人道灾难进一步加剧 当天王毅又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王毅表示当前局势面临走向恶化 还是回归正常的抉择 中方赞赏沙方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愿同沙方共同努力 避免对抗进一步加剧 王毅强调 巴勒斯坦人民一直未能实现民族合法权利 是巴以问题的根源 也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解决问题的方向 就是要尽快落实两国方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国际社会应采取更积极行动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推动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合会 就落实两国方案 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 费萨尔表示 沙方对当前局势升级深表担忧 希望局势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沙方高度期待 中方为此发挥积极和重要作用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推动加沙立即实现无条件停火 启动落实两国方案 尽早实现中东稳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5号呼吁 伊朗和以色列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同时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骏 当天应约会见以色列驻华大使潘启瑞 双方就中东局势交还一件 潘启瑞介绍14号伊朗 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的情况 并表达乙方在加沙冲突等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 翟骏阐阐述中方在加沙冲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并表示中方对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深感担忧 冲突流血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有关各方应该保持最大限度 冷静克制 当务之急是加沙地带 立即停火指战 保障人道援助 尽快释放全部被扣押人员 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 政治解决 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两国和平共存 中东局势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各方都呼吁以一双方克制 相关话题 我们请来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来为大家做电评分析 今天先早 想以杨子两位早 今天所以以色列会不会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 如果说会的话将会如何牵动地区的安全形势 根据以色列媒体今天的报道 以色列战争内额已经做出了决定 要给伊朗一个明确而有力的反击 换句话说 就是以色列的政府已经决定 要对以色列在4月14号凌晨 对以色列进行这种打击 予以强烈的一个回应 那么这个时间虽然没有说 但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时间会很快就会定下来 有的报道甚至说将会在周一 以色列就会发起反击 那么伊朗是在4月14号的早上 凌晨的时候对伊朗进行了导弹和无人机的一个攻击 随后五个小时之后 伊朗方面就宣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 那么目的也已经达到 但是伊朗 以色列并不认为这个行动已经结束了 也不会听从德黑兰的逻辑 按照他的逻辑来行事 实际上对以色列来讲 恐怕对伊朗的打击才刚刚开始 或者是要即将开始 那么这个反击既然是有力度 而且是清晰的 那么到底这个力度在哪里 清晰到什么程度 可以这样来判断 就是如果说以色列真的要对伊朗进行一个反击的话 那么有可能对伊朗的一些军营的设施 包括发射导弹的基地 发射无人机的基地 以及一些核设施展开一个打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有可能会造成 以夷之间的这种冲突升级 因为德克兰方面态度也非常强硬 甚至信誓旦旦的说 只要以色列反击的话 将会更加猛烈的来回击以色列 那么因此呢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双方的冲突进一步的升温 导致整个地区 局势进一步恶化 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刚才我说过 那么以色列虽然已经做出了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来正式的展开 局势打击还没有定 一方面呢 以色列要听从美国的 美国虽然说不卷入这个战争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没有美国的支持 没有其他国家 是个盟国的支持以色列单方面的采取军事行动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他一定 一定要得到五角大楼的一个批准 那么让五角大楼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 我们知道呢 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艾森豪威尔号 仍然是在这个地区 还没有撤出 那么其他的一些国家 包括英军 法军 都在这个地区呢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呢 一旦得到了华盛顿的批准 那么以色列就很可能 会展开这个军事打击 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呢 以色列长期以来 就有对伊朗的重点目标 进行打击的计划 只是这个行动 怎么样来采取行动 那么现在呢 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 一个理由 所以呢 以军对伊朗的打击 将会是非常猛烈的 我个人认为 是非常猛烈的 那么以此行动来告诉 地区的所有的反夷的 武装势力和国家 只要伤害以色列 以色列就会伤害他们 这个呢 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逻辑 也是一个以色列的 长期以来 捍卫所谓以色列国家利益的 一个基本的立场 未来一段时间 非常的关键 是否在24 甚至于48小时 或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乙军就会采取行动 我们密切关注 两位 再来谢谢郑浩先生 点评与分析 以哈战时持续 乙军由坦克15号 进入加沙中部 外界关注 是否即将展开行动 加沙北部 发现两处乱藏钢 其中一个 位于此前 被围攻的西法医院 哈马斯谴责 乙军犯下战争罪 批评国际社会 对乙军行径保持沉默 针对乙军日前曾表示 很快会调动 两个预备一旅 在加沙展开行动 继续打击哈马斯 15号就看到 有乙军坦克 食入加沙中部 靠近边境的地方 附近地区 不时有农烟冒出 中部地区 不时遭到乙军袭击 在努塞拉特那民营 就有不少人迫切地 希望返回于北部的家 他们表明 即使家已经变成废墟 也要回去 不过回家之路并不安全 日前雨军就曾向数十名 试图从南部返回北部地区的 巴勒斯坦人开枪 造成一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至于在加沙北部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卫生部门人员 发现两处乱葬缸 其中一个就在此前 被乙军围攻的西法医院 但由于卫生人员担心 会成为乙军无人机目标 所以挖掘暂时停止 当局并表示 被发现的遗体 尚未完全腐烂 表明他们是近期死亡的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 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团队 也在现场视察 哈马斯就表示 发现乱葬纲令人震惊 证明乙军在西法医院 犯下战争罪 组织又批评 国际社会对身处加沙的 巴勒斯坦人 遭到种族灭绝 保持沉默 所以乙军仍在继续犯罪 哈马斯呼吁国际社会 要将以色列绳之以法 乙军去年12月 在加沙北部 错误射杀三名人质家属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 15号在耶路撒冷 与三名死者的父母会面 赫尔佐格之后发表讲话 也谈到人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强调没有一刻忘记他们 政府正尽力救回人质 以色列认为 哈马斯仍然扣押 超过130名人质 但就相信其中约四分之一 已经死亡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上后回来 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以国线 欢迎全家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德国总理舒尔茨 15号的晚间 乘专机抵达北京 展开对中国的第三站 访问行程 将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见 以及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 而在前一天上海 那上海市委书记 陈吉宁也会见了 舒尔茨一行 在结束了上海的行程后 德国总理舒尔茨 15号晚城砖基地达北京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邓专一行前往机场迎接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 舒尔茨访华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同他会见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同他会谈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 问题交换意见 而在前一站上海 舒尔茨到了中山路一带漫步 观看了一些历史建筑 并感受这个城市的活力 舒尔茨还参观了一家 德国塑料公司的工厂 这家公司致力于绿色 和可持续技术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当天会见了舒尔茨一行 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相关情况 他说 今年是中德建立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 同舒尔茨总理达成的重要共识 以上海市与汉堡市地结的 友好城市为纽带 进一步拓展两国地方层面的 合作往来和人文交流 欢迎更多的国企业来互投资新业 上海将时序营造 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支持各类企业在互实现 更快更好发展 朱尔茨表示 期待一次防卫契机 进一步推动得中经贸往来 支持更多的国企业在互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等领域务事合作 更好实现共鸣发展 防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 以及白宫国安会高级官员 贝沙兰 14号至16号访问北京 美国国务院表示 中美双方进行了深入坦诚 具有建设性的会晤 有学者表示 这次访问也被视为拜登政府 保持中美沟通渠道畅通的努力 并为接下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做准备 美国国务院负责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康达 以及白宫国安会 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 贝沙兰 14号开始在北京访问 美国国务院透露 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陪同下 美方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和美大司司长杨涛 举行了深入坦诚 具有建设性的会晤 此次访问是以近期 中美高层外交为基础 旨在管理中美分歧 与合作领域的同时 减少误判风险 双方讨论了一系列 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 包括中东局势 台海 南海 以及朝鲜局势 康达与贝沙兰 还与国台办副主任 邱开宁 讨论了两岸问题 美方声明中指出 拜登政府致力于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并重申 在台湾关系法 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 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有专家指出 随着5月20号台湾当局换届 美方不希望台海出现 美国无法控制的麻烦 并就此寻求与中方沟通 康达此次访问的背景 还是在美日飞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 马昭旭在会见康达时 就美国近期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 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奢华错误言行 特别是拼凑美日飞小圈子和搅乱南海形势 表明严正立场 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对抗 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有学者称 这次康达访华并不会取得任何重大成果 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中美沟通渠道畅通 并为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铺路 去年6月布林肯访华前 康达和贝沙兰也同样提前访问了中国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涉嫌向成人电影女星支付封口费 为造34项的商业记录案件15号开审 特朗普自此也将成为美国史上 首位接受刑事审讯的前总统 案件15号是在纽约曼哈顿法院开审 首先会筛选12人陪审团 审讯预计会维持6到8周 特朗普被控2016年卫造34项商业记录 通过私人律师科恩向成人电影女星 克利福德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 隐瞒两个人婚外情关系 以免影响他当年的选情 违反选举法规 最高可以判处4年监禁 特朗普对此拒不认罪 也批评此案是民主党捏造的骗局 用意识破坏选情的伎俩 也是对美国的攻击 现年77岁的特朗普 今年是将再度代表共和党 参加11月份大选 在准备重新入主白宫的同时 他正面临四项的刑事起诉 率先开审就是封口非案 此案原定3月25号就要开审 但辩方律师以审阅文件 虚实为由压后到现在 澳大利亚悉尼西部郊区一座教堂 15号晚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4人受伤 袭击者为一名15岁男子 已被警方逮捕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表示 警方确定教堂自杀事件 为恐怖袭击 袭击发生时 教堂主教正在主持礼拜 并同步在网络直播 一名男子突然走向讲台 手持匕首向主教头部和胸部 刺了多刀 现场民众纷纷上前制止 另有三人在制止袭击时被刺伤 袭击者随后被现场民众 暗倒在地 直到警察到来 制服袭击者期间 有人用阿拉伯语说道 自己的宗教先知被侮辱 教堂外数百名民众聚集 对主教被刺表示愤怒 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警方出动了百余名警力和30多辆警车 耗费数小时才控制住现场骚乱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表示 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还说他们认识这名被逮捕的15岁袭击者 袭击者手部受伤 伤势严重 警方将在袭击者接受医生检查后展开进一步调查 这时购物中心刑凶案两天后 悉尼再度发生袭击事件 针对这次袭击事件引发的骚乱 警方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凡王卫视综合报道 恰索夫亚尔是位于乌东巴赫木特以西7公里处 这也是乌军乌东重要的联勤中心和指挥部 目前这个区域集中乌军12个旅的主力 在4月15号 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宣布 而军攻势已经对巴赫木特和恰索夫亚尔构成严重威胁 来看本台记者发自顿巴斯中线的现场报道 在顿巴斯前线 有消息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已接到命令 将在今年5月9号前控制敦耶兹克地区的重城 恰索夫亚尔市 目前俄罗斯军队正在集中精锐的力量 继续突破巴赫木特以西的乌军 重处的防御 阿富杰耶夫卡 目前春暖花开4月份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阿富杰耶夫卡的这种惨景 当然俄乌两军在这个区域的博弈还远远没有结束 乌克兰军队也是集中了优势的兵力进行一个反扑 俄罗斯军队在这个区域也是集结了 包括国际旅以及其他的一些精锐 两军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对峙 那么在阿富杰耶夫卡之外 就是巴赫木特西侧的恰索夫亚尔的区域 当然了恰索夫亚尔作为乌克兰军队 在这个区域的重点的指挥中心 联勤中心以及后勤保障中心 这种集散地 有许多军事专家认为恰索夫亚尔之战 在体现的东乌 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些决战的 这种重点句号的结束 周一 敦捏茨克西南裔的马林斯基方向 新米海洛夫卡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 乌克兰武装部队占据了该村西郊的几个据点 在格尔及叶夫卡 俄军取得了微小推进 军装家们指出 恰索夫亚尔战役完成之后 这可能会将对乌克兰军队在东乌集团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 包括红色利曼 包括塞维尔斯克 包括斯莱维扬斯克的这些城市 也是将会面临着这种最后的被俄军的清点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在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今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 15号是全民国家安全日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2024年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率领领导班子成员 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词 夏宝龙在开幕典礼上致词表示 今年3月19号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这是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在新的起点上 要掀开香港历史新的一页 书写香港新的辉煌 让香港这颗明珠更加熠熠生辉 是等不来的 也不会轻松 只有权力拼搏 努力奋斗 撸起袖子加油干 才能不断谱写 一国两制实践的精彩滑张 夏宝龙从五个方面阐述香港发展 首先要实现油质极星 要守劳国家安全的底线 才能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 诸劳维护国家安全屏障后 香港向全世界展现了更安全 更自由 更开放 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香港的繁荣不是几篇文章 几声鼓噪就能唱衰的 香港的发展也不是几只堂壁 几条银腿就能阻挡得了的 让那些见不得香港好的人去哀鸣吧 香港的明天注定辉煌 夏宝龙说香港实现油质极星 需要更加坚定一国两制 充分发挥一国两制 对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作用 要把一国两制的红利最大化 让优势充分的彰显释放 要实现油质极星 需要把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巩固好 发挥好 使一个个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香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打拼 在长期奋斗中 形成了许多引以为傲的金字招牌 传统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 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是在发展中创造的 同样也要在发展中去巩固 去提升 夏宝龙谈到的最后两点是 要实现油质极星 需要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香港注入强劲动能提供更大商机 香港油质极星不是封闭孤立的 而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背景下的油质极星 融入国家是为了更好的融入国际拥抱世界 夏宝龙说 香港要实现油质极星 需要主动适应新形式 新挑战 展现新担当 在积极作为创新创造中实现香港新分阅 要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积极实变 应变 求变 在变局中打开香港发展的新天地 香港人一定会发扬狮子山精神 不断续写香港发展的新传奇 夏宝龙最后表示 今日之香港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张开双臂 欢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朋友们 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 有全体港人的努力打拼 香港油质极星 未来可期 前景广阔 我们坚信 新时代列车 香港号的车轮 一定会滚滚向前 不可阻挡 凤凰卫视 霍委委 王磊 周明亮 北京报道 今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 香港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进一步阻挠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屏障 请问话题 再次请来时评论员 郑浩先生 帮我们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两位早 您认为今后香港还需要在哪些方面 进一步贯彻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呢 2014年4月15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就是总体这个国家安全观 那么到今年正好是十周年 在昨天 那么香港也借着全民国家安全日 这个时间点 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来宣传国家安全 夏宝龙主任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 也谈到了 这几年 在香港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而今年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香港在3月份的时候 刚刚也通过了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对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香港本地的 这个社会的稳定 已经搭建了 所谓的安全屏障 应该说呢 香港更加安全 香港安全稳定 当然有利于国家 而国家安全了 首先 它能够保护香港 这个呢 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都知道呢 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地方 当然它也属于 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观的一部分 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 突出呢 是两个核心内容 一个呢 是总体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安全观 总体呢 就是从上到下 从左至右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有安全上的疏漏 那么 安全观 当然就是指的 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 它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传统安全呢 当然就包括了 军事安全 国家安全 政治安全 非传统安全 就内容非常广泛了 包括有经济安全 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 太空安全 数据安全 极力安全 核安全 核安全 等等等等 那么所有的这些安全 没有一处是可以疏漏的 换句话说 就是国家 要做到绝对的安全 在所有的这些方面 都必须要 积极的来维护 同时的每一个公民 都要承担起 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香港不例外 香港是因为有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 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让香港变得更加安全 而过去的那种略象 一切不复返 夏宝龙主任 在他的讲话当中 谈得非常清楚 从五个方面 总体的 那么对香港的安全 以及香港和国家安全 这些的关系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 清晰的一个阐述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刚才你也提到 那么香港会怎么样去做 首先通过国家安全教育日 来提升每一位 香港市民的国家安全观 那么当然不是说 只在这一天 来教育市民 提高国家安全观 而是时时刻刻 都要紧绷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这根弦 提高警惕 防止任何的敌对势力 破坏势力 来破坏香港 破坏国家的安全 那么第二一方面 当然就是要 在这个基础之上 还要承担起 维护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责任 那么这个责任就非常重大 一方面要学好法律 用好法律 维护好法律 同时呢 还要对所有不安全的隐患 保持高度的一个警惕 那么当然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是实现 总体安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途径 安全是保障 而发展 是路径 这个关系 夏宝龙主任呢 在他的讲话当中 也说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从现在来看啊 我们知道呢 香港已经是 全心全意 集中精力 来拼经济 改善民生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为了让香港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更加的安全 而安全的这样一个保障 又为香港一国两制 为香港的发展 奠定了一个基础 所以呢 从这样的一个关系上来看 通过国家安全教育日 通过加强强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 也让香港每一位市民 感受到责任的重大 也让香港 未来一段时间 在新时代 香港号 一国两制 能够更加的新闻支援 两位 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 与分析 接下来看 15号是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香港举行 开幕典礼祭 主题讲座 香港特区国安委主席 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是国安疫苗 但敌对势力 像病毒 不会轻易停止攻击 也因此 香港要保持警惕 维护国安 3 2 1 今年4月15号 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生效后的第一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举办开幕典礼 即主题讲座 超过1500人出席 特区国安委主席 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致辞中指出 敌对势力是出于 自身政治利益 而攻击香港 因此敌意是长期和持续性的 香港必须保持警惕 敌对势力的威胁 会期需 细计攻击 情况 就如病毒一样 不会因为我们已打了疫苗 病毒就停止 袭击我们 有了国安法律的保护 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仍会像 冰毒一样 继续袭击我们 因此我们不能 好了伤口 忘了痛 他说 未来特区政府 会从四个方面 落实维护国安条例 相关工作 包括继续做好解说 强化内部制度 全力防范制止和惩治罪行 以及做好国家安全教育 各个中央驻港机构代表 分别致辞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 郑彦雄表示 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安条例 加上中央驻港国安公署 和特区国安委所组成的 双法双机制 是香港法治体系 不可或缺的基石 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 是推动香港 从大乱到大制的转折点 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诞生 则是大法引领大制的标志点 双法双机制 必将有效发挥中央视权 和特区责任双保险的作用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为止 香港高度开放自由 容易被外部反对势力干扰利用 而香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香港高度敏感 也需要高度安全 国安工作不能掉以轻心 外交部驻港公署 熟理特派员李永胜表示 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 香港一定能在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之下 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继续向世界展示东方蜘蛛的魅力 解放军驻港部队副政治委员王兆斌也表示 部队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以更强大的能力和更可靠的手段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今年还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十周年 香港举办一系列活动响应 其中包括多个纪律部队 都陆续举办了开放日活动 让市民更加了解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富豪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讲座 15号上午举行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主持讲座 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定例 令香港如鸟振翅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讲座的开场致辞上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引用香港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 第五章第一节中的内容 发展核安全是一体之两翼 驱动之双轮 认为比喻十分生动 在条例定立之前 香港这辆车走至其中一个轮胎 未充满气 香港这一只小鸟走至其中一个翼 未发育完成 条例的定立正好补上了上述的缺失 令到我们香港这辆车 能够在道路上全速奔驰 令到我们香港这只小鸟 可以振翅告飞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香港及澳门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 也在讲座上表示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 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前提 特区贯彻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坚守国家立场 锚定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国家安全的制度体系 就如同一只盛满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区 任何方面 无论是实体法 程序法 组织法制度 还是立法 执法 司法等职能机关 哪一块木板 都不能短 不能薄 更不能少 另外 其他嘉宾也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内 一些教授关注的部分进行分析讲解 展示条例如何保证国家安全和香港进一步发展 凤红卫视 王金璐 先个报道 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联办今年继续合办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 并且在15号的上午举行节目仪式 下午3点 全面开放给公众参观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一成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充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 特派员留宪法等 近400名嘉宾出席 2024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开幕式 何一成知识时指出 今年是总体国家安全官提出10周年 这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 特别以总体国家安全官 创新引领10周年为主题 让广大澳门居民领会 总体国家安全官的深层内涵和重大意义 充分认识当今总体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严峻性 以及国家和澳门特区 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 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全面了解10年来 国家和澳门特区 维吾总体安全工作 所取得的风势成果 从以实际的行动 坚定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积极推动澳门特区各项事业 实现新的发展 澳门中联办主任 曾新充指出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尤为重要 要树立大安全理念 推动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迈上新台阶 爱国者自傲是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要树立治理导向 积极推进公共行政和法律改革 不断提升施政效能 以两政善治 促进澳门安定繁荣 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凝聚共识增强合力 厚持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础 这次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 创新引领十周年为主题 展览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回顾国家发展 以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的进展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的 专题网站也同步启动 网站设置了可以360度观看的虚拟展间 让浏览者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展览内容 风浩卫士 曾会起阿曼巴达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 英国政府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香港特区政府和外交部驻港公署 对此也予以强烈谴责和反对 发言人表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英联合声明 没有赋予英方任何资格和权力 干预香港事务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敦促英方 尊重香港已回归中国的现实 尊重中国主权 尊重香港法治 停止发表有关报告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停止包庇罪犯 豢养乱港分子的卑劣刑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美股周一走出先高后低行情 三大指数都收在贴近全天最低位水平 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更是连续第六天下跌 美国的经济 据报对全球经济虽然说有重要的推注作用 但是目前的高通胀 如果迫使联储政策调整 就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拖累 中东的紧张局势战时缓和也带动大盘早段反弹 但三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表现强劲 这也刺激十年起美国国债收益率升到今年以来的新高点 让市场重新评估股市估值也拖累大盘走弱 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 据报全球裁员一成当中包括高层职位 拖累公司股价下跌超过5% 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计划出售旗下 社交媒体企业股份和任股权 公司股价极错超过1成8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报37735点跌248点 跌幅0.6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5885点跌290点 跌幅1.79% 标准铺二500指数收报5061点跌61点 跌幅1.2% 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号 在广州开幕 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 2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 注册参展的企业数量达到2.9万家 创下新高 14.4万名外国客商将于为期三周的展会 在占地155万平方米的展位上 与近2.9万家企业深入谈判 溢价签约成交 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15号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财长耶伦的访华行程过后 围绕中国产能过剩的争议依然费扬 新能源汽车 电池 太阳能的新三样 在今年的广交会上费首关注 来自浙江的这一家新能源企业 以生产包括太阳能灯具等光伏产品为主 出口的销售市场覆盖来自欧美 中东西亚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的广交会 他们预计订单成交有望高过去年 光伏成本的下降 让他们有机会把产品销售到更多国家 同意很多企业的一个说法 叫优质的产能不过剩 中国光伏也很生命力也很强 不会随着说单一的一个国家 出一些政策做一些变化 包括一些办法 能够阻止一个有生命力的企业的前进 所以我们认为企业 它的成本控制有问题 包括它的产品相对于是落后的 破壳的产品 这些都会不断地被市场所淘汰 有产展商表示 新能源领域的中国制造依然紧跳 处于科技低端的制造商陷入了价格战 而高品质的产品现在就更有性价比 这也是众多境外采购商 今年来到广交会 重点考察下单的最主要原因 那肯定要比去年同期增长个百分之三四十吧 北美 欧洲 东南亚 然后还有澳洲 还有南美 中东和偏东亚那边是我们今年也是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目前呢整个我们这个太阳能板和变形式储能的 整个的行业的市场行情确实成本是有降的 但是呢对于客人来讲它的需求其实是一直在了 只要我们是合理的利润 我觉得对大家对整个行业都是比较向上的发展的 广交会的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 展品突出智能化和绿色化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境外采购商预注册中 美国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经合组织国家增长了百分之十三 凤凰卫视 陈慧希李廷生 广州报道 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15号宣布 凤凰卫视香港台将从4月22号起 在香港免费电视平台85频道推出 香港通讯局公布已批准TVB提出的 改动无线电视节目频道编排的申请 即在82频道推出TVB Plus 并在85频道推出凤凰卫视香港台 上述改动将于4月22日生效 凤凰卫视目前正在全力筹备香港台播出 并计划4月22日早晨7点准时在香港免费电视 85频道播出 为香港的观众提供多元选择和服务 凤凰卫视香港台将以普通话和粤语播出 并配以繁体中文字幕 节目主要以新闻和文化节目为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继续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西哥 新闻 接触